本來計劃要帶去美國 放我女兒過17歲生 然後後來她放春假回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剛好那時候接到阿塞台灣的邀約 然後我就說我20幾號有個工作 你覺得我要接嗎 她說什麼工作 她說那個告人找我台湾NB 然後我女兒就說當然接啊 你就不要來美國啦 你當然有想問一下 這個就是 那但是因為本來就沒打算去 結果我就接了工作 然後我老婆工作取消 然後我老婆就昨天一個人帶去美國 然後我就覺得 那樣子 因為其實我 我不能說是他們忠實歌迷 但是因為開設需要很多音樂 他們的音樂陪伴我路過很多車上的時光 所以我對他們的歌還蠻熟的 然後就加上本來 這個禮拜我是要 本來計劃要帶去美國 放我女兒過17歲生 然後後來她放春假回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剛好那時候接到阿塞台灣的邀約 然後我就說 我20幾號有個工作 你覺得我要接嗎 她說什麼工作 她說你那個到人知道我台南的NP 然後我女兒就說 當然接啊 你就不要來美國 你當然就這樣 那但是因為本來就沒打算去 結果 結果我就接了公司 然後我老婆工作取消 然後我老婆就昨天一個人退去美國 然後我就覺得 那也還沒 可以在高雄巨蛋幫你 幫你跟女兒一起活生日 沒有然後我兒子又很可愛 喔高雄巨蛋嗎 可以好 9月9月9月30 看你們哪一天 你說4月嗎 7月 7月 7月在耶 7293在在在在在 太好看 對啊 那 所以那今天遇到那個菲菲 她也真的是 老經驗 其實都是她在教我演戲的 因為很多戲 她哭得很認真 那 我其實 對啊 我其實今天是被她帶著走 我很謝謝她 我哭到現在眼睛都還撞著 然後因為加上 我就很想我女兒跟我老婆 所以我今天就一整天都是在 都是在女兒的情緒裡面 就是 不管是戲的女兒 或是西外的女兒 歌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曲或詞 詞很很簡單 但是她很直接去打中 每一個她父母的戲 就是 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大家聽了就知道 那就是很直接的打中 我這個感冒的東西